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十几号的一篇文章 台湾邻邦交 当时是所罗门群岛和台湾断交有多大机会 后来应该是断交了 这个BBC乌鸦嘴说完没几天就断交了 我印象中是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只是阐述这个事实了 所以在当时蔡英文的支持率受到了很大挑战 因为断交风波是2019年习近平的操守做法 在台湾岛内他推出的是韩国瑜 在台湾的周围他用钱把台湾的原先的一些国家当肉买了 我不能说原来咱们用个词说花钱买的女人 你信吗 现在都是富婆花钱买小伙子 这个世道阴阳反备连这行都改了 连这行都改了 那个推特上乌七八糟乱竟是那小伙子卖肉的 他倒是 他们什么东西 这东西 那你说如果婆娘花钱去买小伙子 你知道 我原来形容过 你知道 1979年美国人跟这个中共国建交的时候 邓小平当时见的是谁呀 是不是尼克松 我忘了 邓小平在他的 他老抽烟 他抽的是熊猫 是给他四川烟厂 是哪 云南烟厂给他专制的 他抽烟就有痰 在他的破沙发前面放着一个公共痰云 专用痰云 不能说公 白 就那种白铁皮的 白词的 你说你一个婆娘 你花钱买小伙子 你是不是跟那谈云一样啊 最后谈就走啊 你还要花钱买个谈 就这世道 这都什么世道 你说 我说他是妖精 有人还乐 你老讲的迷信 你们身边全是妖精 搞不搞你就是妖精 还迷信了 那你说花钱买小伙子的婆娘 不得四五十岁啊 你儿子 那你也给他干掉 人疯了 不是 其实人根本没疯 因为他不是人了 疯了都是人 他连疯都不配 这就是这个社会 所以下边的人这么干 他上边的人花钱买那些中华民国的外交 对吧 那小国 那一个国家 满打满算 有两百万人 你给他五亿美元 就爆了天价了 对不对 买过去 你看 我们大国外交 你习近平花钱拜托买个女人 你明没争取啊 对吧 这个道理往脑袋一放 谁都听懂了 你不这么讲的话 我们的就是本事 有本事你也花钱啊 这块臭肉啊 哇塞 真的 我道理大家听懂了 对不对 你花钱拜托 你婆娘买个男人 买个小伙子 然后你明媒正价 你跟他办婚礼 什么东西 但这就是2019年习近平的操守 这就是 然后台湾岛出了条鱼 这条鱼上嘎杯就死了 这是九月份 在爆出这个消息的同时 韩国瑜被国民党挑选为他的总统竞选人 都在九月份 那条金龙鱼就跳出来就死了 活该 人的命 你别跟我说什么政治党派 那是狗屁啊 在我眼睛里是狗屁 谁跟共产党搭在一起 谁就是被妖精玩弄的人 我眼睛里就这个 所以我眼睛里没有什么这党那党 根本对于我一根毛没关系 一根毛都没关系 有朋友说 你这话说 你得说这个 要是修行说修行 要是这样说那样 他原始天尊竟然敬了他的徒弟 一个修不成的徒弟三杯酒 原始天尊在这个开讨伐咒王的时候 这个 原始天尊敬给了江子牙三杯酒 你说啥意思 江子牙生命 江子牙注定就是修成的 江子牙到了原始天尊那做徒弟 是为了完成一份使命 而江子牙注定跟原始天尊是隔开的 那隔开的生命 他们之间 真正在我眼睛里 神佛道都有一个承担使命的生命 就是珍贵的 连神佛都尊重他 有什么政党不政党的 我说话扯驴蛋的 下拜 所以这是当时的故事 对头今天是8月9号 对头算也就11个月都不到 十个半月 这是9月19号十几号的一篇文章 同时间 这是习近平在北京请客吃饭 非洲命运共同体 对吧 你说他歧视谁 我们说咱就说这道理 是他歧视人家 是人家歧视他 对不对 你是按色重的 还是按色轻的 非洲命运共同体 这是在北京的2018年的合作委员会 合作会议 摆的大桌子 桌子下面都是那个中间是带着鱼的 我们当时在节目中是这么评论的 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 台湾你把所有的今天的帮国都给他 他不买他都是孙子 他也不配做孙子 你要骂他是孙子把自己给玷污了 对不对 你都让他买走 你只要一个 当时咱说的只要一个美国就行了 一年之后基本兑现了我们当时的评价 全给他买走 好像所罗门群岛完了之后 就没有再发生事情 那然后呢 那时候蔡英文的支持率就下来了 然后就进入大选了 这是一个前后 基本上前后的故事 那就一扭脸就到了现在 出了大疫情了 在大疫情的过程中 习近平成空 就鸡贼的表现 鸡贼啊 男人鸡贼可不如 连男人鸡贼 那就是垃圾都不如 就是男人鸡贼 其实就是阴阳反背的表现 对吧 男的就是男的 女是女的 你阴阳反背 前后颠倒 对吧 脚 屁股当脸 脸当屁股 那你 他就是全反的 没有什么谁对谁错 这是一个全反的时代 我说的是这么个含义 那当时咱们解释就是说 如果只剩下一个美国 只要台湾跟美国建交 他真正达成了建交的概念 就行了 气 能给他气死 就这个小心眼 气疯了他 结果刚才 就刚才 美国卫生部长到达台北 在台北的松山机场下飞机 然后就进了这个 就进了这个后机室进行身体检查 结果谁也没料到呢 有家媒体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它下面数的是自由时报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由时报报 美国卫生部长的专机 跟日本前首相 森喜郎的包机 正好前后交错 前后交错出现了这么一张照片 森喜郎是代表着日本 他是前日本首相 代表着日本的 带领着日本的跨团 跨越政治团体的整个平调团体 来给这个 到这个台北酒店 去平调李登辉前总统 所以呢 这个时间点 是应该他们已经活动结束了 那日本飞机 已经上了跑道 要回到日本去 所以他在跑道上行驶 开着灯了吗 他在跑道 而美国的专机 美国卫生部长的专机 停在了停机坪上 你可以看到旁边都有标志了 停在停机坪上 正好出现了一个错位的标志 这张照片呢 就被新闻媒体拍到了 自由时报拍到了 那在台湾 这就刚两三个小时了 在社交媒体上登出来 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这是今天 8月9号 他的出现 就是台湾人 美国的卫生部长 代表着美国总统 来到台湾 而日本的前首相 森喜郎 没见错啊 这名字 森喜郎 代表着整个日本政府 那一来一往 中 叫美日跟美国跟日本 与中华民国之间的 真正的国与国之间的邦交的过程 这就是邦交的实质 在整个台湾 在台湾社会 在这个国际社会 引起了 就这么两三个小时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每日专机 每日专机同框 照片了 网友超感动 台湾外交的重大突破 王定宇 王定宇是 民进党的 应该他叫什么立法会 是不是叫立法会 台北松山机场9号 出现了大量航空迷的期盼 先后出现了日本前首相 森喜郎 包机跟美国卫生部长的专机 这是台湾外交的重大突破 画面让台湾网友相当感动 这是森喜郎的飞机起飞之后 返回台湾 6点54分起飞 所以美国的飞机是4点48分到 那它是6点54分起飞 前后差两个小时多一点 其实不是什么台湾外交的 重大的获胜 台湾没有能力 去自身靠借 就像人的利益的角度的一套 去如何如何 这是天意的展现 这也谈不上在人的层面 叫台湾外交的重大胜利 台湾外交做什么了 台湾外交为日本做什么了 台湾外交跟美国做什么了 没有 台湾人台湾政府做好自己的人 确定好自己人事神造的定位 那一切的东西就自然过来 对吧 台湾够不着美国 台湾够不着日本 连那小国三两亿都给买走了 对不对 甭说小姐了 丫鬟都给买走了 你家里就啥都没了 是吧 这是习近平的策略 不用做什么 只要做好人 只要做好人 只要与神同行 这就成功 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这是一个2020天灭中共的标志 这是一个人类觉醒的标志 这种循环的过程很自然 日本前首相孙喜郎 9号率日本国会跨党派议员 到台北追思前总统李登辉 包机是中午从东京雨田机场起飞 下午2点30分到台北松山机场 下飞机直接乘转车离开机场 4点前往总统府 拜会了蔡英文 5点到了台北宾馆 追思李登辉 然后紧接着就是6点54起飞 返回日本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错位 就是 他一共来了 他到台北已经下午2点半了 他离开就是6点54 他一共在台北 飞机在台北机场 才4个半小时不到 他就跟美国的专机能够错间两个小时 你说他不是天意 什么是天意 这是天意 美国卫生部长 傍晚将近5点到达松山机场 停留三天 要拜见蔡英文总统 卫生部长陈世忠 那他的行政专机一度在停机坪上 正好跟日本的专机同创 这就刚才说的 所以这是很有趣很有趣 因为习近平的政策 要买断中 买断所有台北的台湾的邦交国 让中华民国出现零邦交的场面 结果却应对出今天我们看到的故事 王定宇在Facebook上 日本跟美国的长官的飞机同框 2020年8月9号 两个国家的专机代表着台湾 在外交上的 这几年在外交上的努力跟突破 我刚才说这是天意了 很多网友留言 让人眼眶泛泪的感动 谢谢各位努力 接下来会有捷克的要人来访 真的超开心 听到玻璃国家破碎的声音 我以为这是真正生气的 应该是习近平 这个他会非常愤怒的 我个人觉得这是他非常不能接受 因为这个标志代表着 习近平的完全的失败 这一切动作的完全失败 那这种完败就像我刚才说的 会让他自己气死 会的 他会生闷气的 他说话不多 说话越不多的人会憋死的 你要说话 人通常说心里憋疼哭出来 对不对 家里亲人死了哭 让他哭 大声哭 别哭过了 让他那个 你得通过气 要不然憋死了 习近平会被憋死的 那同时反对他的人会以此为借口 他